这边点W吧 摸一下小金 我把眼睛摘了吧 打钻石局认真一点 诚戒吧 我刚才诚戒闷出来 那上单有踢吗 这狗兄好像住眼了 就把我们先买暗影过剑 这波不要被角落看到啊 还行吧下路一换二 这波可以找这个抓一下角落 E技能4秒 可以上了兄弟 哎呀 我靠这小兵补的 好难受 这波中路一换一 反正我抓了几个可能亏点 但这个人头我没法给他 这波往下走 这个侠不走 我没看见了 先跟他打 消耗一下 他想骚我 这波我得撤了 这角落来了 这波我得撤 角落是在的 我往上面走吧 这波角落作严给他来一套 E刀 给你小来一套 然后把上面核心收了吧 我刚才虽然刺激 但是那个 我不能打 他们这个角落应该会比 我们家杰来的快一点 这波狗熊能抓吗 咱们上单没有急跑 这波也不太好杀 可以搞一下 这波狗熊越塔 他扛了一下塔 狗熊应该是没有技能吧 他应该没闪吧 杰来了 E技能 评给减速 评给孤立W 300块 这波我们俩虽然说是表面上帮上单 实则心还心怀鬼胎啊 都在留技能想拿这个人头 咱们这波也该回家消费一下了 好回家买装备吧 1800块 买一个巨师短币两把长剑 然后我看我们下波回家攒多少钱啊 如果这波出门出师不利 回家的话就买一个暗影扩剑500块 如果说这波成功了 咱回家就先买星石 然后第二个再买暗影扩剑 这把这个阵容有三件装备要做 一个是暗影扩剑还有一个就是巨射之雅 我觉得对面护盾可能还挺多的啊 看对面这些有护盾的人肥不肥吧 这波中路可以抓一下脚运应该是没闪的 可以抓到中路啊 交闪 出息不易 强打 小龙被对面给偷了 两组野怪胜六吧 这波照一下 原来是有眼 暗影扩剑什么说法 就是暗影扩剑它比较全能啊 又能盘眼又有攻击力 有这个穿甲 还有技能急速 像他这样的装备其实不多的 有穿甲有技能急速 有攻击力的装备 就是暗影扩剑 还有一个跳刀 还有就是一个攻击员弧 但是跳刀和攻击员弧的话 比较贵 而且他俩是很难 把这个优势稳稳的建立起来的 跳刀那个装备有一些不确定因素 包括攻击员弧也是一样 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在身上 你出攻击员弧 你就必须进化二 你就必须得杀起来 杀起来攻击员弧才有作用 他是打鬼血球的 然后跳刀的话是 你必须把被动打出来 这个装备才有价值 你不打出来被动的话就很亏 但是那个被动的话 其实是不好出发的 收集者的话好是好 但收集者没有技能急速啊 杀狼很需要技能急速啊 杀狼很需要技能急速啊 可以杀啊先把这狗熊杀了 好1300回家买这个星石就可以了 先做星石吧 这不我不去了 这星石搭配暗扩剑强度非常高啊 因为本身暗扩剑它这个价格就很便宜啊 2300还能享受到星石的这个被动 星石潮化被动很猛 4%的穿甲还有5点移速 对不对 就很舒服 好把这个先锋收了吧 小龙的话刚才被打也偷了 这先锋我们必须得拿的 默认不考虑啊 默认牵的强度比较低啊 被发现了撤了吧 这波对面不会直接打这个先锋了吧 有点烦啊 我家队友没来 那就放了吧 很烦 不是我不控资源 是我确实没有队友啊 有点难受了这波 我Q已经出来了 但是他消失在视野里面没伤害 伤害没出来 好可惜 抓狗熊吧 算了算了 往小龙走吧 这波把小龙收一下吧 杀狗熊没那么重要 这个小龙很重要 这个龙不能丢 而且他是一条火龙啊 刚才想省个R啊 刚才不想开那个R技能 想省一下的 孤立 平A 平A 孤立W 平A 把小龙收了 回家巨石短臂 这能杀吗 闪现一刀斩 可以 这波一换四很赚 鞋子买不了 差六十块钱 哎呦 这个截挺肥的啊 九龙蛇加巨石短臂 他这九龙蛇比我兴时要贵的 而且他这边有一个神奇之血 这中单发育不错的 发育不错的 这边是的 我跟您的关系 这边是 是的 这边是 对 对 对 什么 这边是 你给我死 这波伤害打出来的话 对面应该会投了 他这个打野已经完全没法玩了 我EQA加平跟就给他杀了 是的 螳螂如果队友很肥的话 就有很多单挑的机会 如果队友是烈士的话 你就会越打越难受 他螳螂滚雪球能力特别强的 就把狗熊杀了吧 E技能 平A 孤立 B6 我毙了 1700回家暗影国舰加草鞋 这不脚越要双杀了 来 这也 重温往下走吧 喜欢看杰克用螳螂打逆风局 现在逆风局真的不好打的 就分段低点还好 你像这个 钻2 钻3 钻4 这帮人 如果他们一旦拿到优势 你再强 你玩螳螂这个英雄 现在都很难去翻盘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个道理 就不是说螳螂 以前翻盘 逆风翻盘最牛逼的英雄 像卡萨迪 西约鬼这种英雄 你现在都很难说 说你到了16级 一定能翻盘 以前的卡萨迪一旦到16级 是一定能翻盘的 现在都没有这种机会了 因为现在是神话版本 神话版本就是优势的 肯定是不会缺伤害的 因为这些装备 给你带来的伤害 就已经很高了 他不像以前 有一些后期乏力的英雄 就算你六神装了 到了后期你就是乏力 现在到后期也不算乏力了 甚至连坦克都能吸 越是前击英雄 在现在这个版本 越是强势 越后期越吃亏 天使也是一样 天使狗头现在 就是拖到16级了 也很难翻盘的